今天,我们来讲一部《工匠精神》的电视剧,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福建莆田一个木雕家族里。 故事的开篇是,1909年新年,时代执掌六合堂的廖氏家族,再一次拿下了给皇上制作龙椅的大工程。 而此时外出南洋闯荡的廖家两个儿子也回来了,可看到捡了辫子的两个儿子,廖家老爷子廖靖山就气不打一出来。 这时大儿子赶紧解释道,南洋天气热,家里没有那么多洗发水捡了省事,可老爷子还是很固执地认为应该留辫子,这时家里的人就赶紧劝说老爷子。 你过完年再说这事儿吧,是啊老爷。 是啊,这一句要不是大过年的,化解了多少矛盾。 吃年夜饭前,老爷子把家里的子孙召集起来,先祭拜了廖家历代仙人传下来的六合真婆。 这六合真婆可是廖家的镇山之宝,上面记载了廖家所有顶尖的记忆。 老爷子廖靖山也可以说是凭借着他,才得到了为宣统皇帝制作龙椅的重力。 可就在吃年夜饭的时候,饭桌上的氛围就有一些火药味。 这家里的二房怕大房争夺家产,可这下人们也在一个近的供货。 可能是这边的火药味太浓了,导致制作龙椅的工作房竟然失火了。 这马上就要完工的龙椅,可还在工坊里,这要是出了问题,他们一家子脑袋都不够砍的。 可就在大家着急忙慌救火的时候,突然有一个人来到供桌上,拿走了六合真婆。 带着人来到了廖家,叶氏爷认为是廖家在工期内完不成任务,这才故意放火烧了工坊的。 说罢就要抓人问罪了,这时廖熙站出来与师爷距离力争。 你凭什么说龙椅被烧坏了? 这龙椅不是好好的吗?你怎么不早说呢?你看,这不闹着场误会不是? 这孙子又要倒打一耙,你进来后就嚷嚷着要抓人,给别人说话的机会了吗? 看到龙椅安然无恙,叶氏爷就想要带人离开,这时候有伙计突然来到。 廖哥真婆没了! 廖熙山一时急火工期,晕了过去,叶氏爷顿时来了记,马上面人把廖家团团围住,准备把所有人都抓起来盘买。 廖熙知道,这个时候人一旦被抓起来,工期可能就真的完成不了,一时就说让自己家里先排查一下。 就在廖熙要排查的时候,老爷的小媳妇就跳出来找尸。 那不如就成现在大家都在这儿,我们挨个屋去搜,看看到底是谁拿了真婆。 在这个时候,大夫人和二夫人为了真婆留给谁还在争吵,可廖熙却同意了二娘的主意, 因为他理解二娘,二娘只是一直想着盼着自己的儿子,能掌管廖家的产业。 但为了让大家心腹口腹,就让二娘搜查大娘的院子,大娘搜查二娘的院子。 可最后就是搜了个底朝天,也没有找到真婆。 最后还是夜市也不耐烦了,派出牙医在廖家里里外外搜了个病,这才在后院的破柴火堆里发现了丢失的真婆。 六合真婆失而复得,廖家老爷喜出望外,连忙承诺在十天内必定完工,交出龙椅,雕刻技术哪家墙,尽管苏仙传承祥,其中的先纪源于北宋时期。 而廖家的六合堂就是其中的代表,如今已经传承二十八代,用了两年时间给皇上制作龙椅,接连遭到小人暗算,龙椅险些被攻防的大火烧毁,多亏廖家党子廖熙批命抢救,这才让龙椅免于难。 而烘干龙椅才是龙椅制造的最难之处,最重要的工作自然由廖家老爷廖景山把控,这里只有廖家俩兄弟,哪怕是亲传弟子也不能入内,他们选定好了时辰,就要开工了,然后又问小儿子通风情况,他们用当时最先进的济世仪器,精准的把握时间,龙头在药水中泡了几次后,就到了最重要的一步,龙珠入围,这可是个技术活,他需要火钱轻轻撑开龙口,再用小板轻轻敲进去,力度不能过大也步步太小,太大了会伤了龙牙,太小了就敲不进去,经过七七四十 八下的敲打,龙珠成功欠龙口,廖老爷伸出手指拨弄龙珠,看来巧夺天宫的名号真不是盖的,那龙珠竟随着转动水花四件,这一尊由特等子坛制造的西式龙椅,随着隋某结构组装而成,接下来只等最后的风干,就可以上交朝廷,可到了交付龙椅的日子,龙椅一亮相,令众人一片哗然,知府大人很满意廖家如气完工,还当场宣布上廖家一千两银子,可龙珠却在此时突然应声爆裂,劝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傻了 夜市也为了避免遭到连累,一口要定廖家灭视皇上 廖西恳求知府给自己时间查明龙珠暴力原因,知府知道这是闹得自己无法交叉,而廖西拿出裂开的龙珠,仔细查看后,保证自己在三天内修复龙珠,可夜市也怕他们跑路,就把廖景山给抓了回去,作为人质,可龙珠轰干通风就需要七天,这三天时间廖西能完成的了吗? 此时廖西却站出来说,三天之内他把龙珠修复好,老父亲廖景山被当成人质抓进了大牢,而街坊四林知道廖家出事后,也都纷纷慷慨解囊前来帮助,廖西听后非常感动,他只选择了一块上等的木鸟,晚上他就开始拿木头测试起来,他拿出一块酷似龙口的木头,把一颗珠子塞入里面,然后用风吹干,等到了第二天,珠子碎了,和龙珠碎得一模一样,这时廖西怀疑是锋利导致龙珠破裂的,但又不确定,真好这时,弟弟 廖回给了管家刘天秋一千两银票,让管家去疏通一下,可没想到,管家在师爷门前偷偷藏了五百两,剩下的五百两给了叶师爷,师爷一看才五百两,就说这点钱可赎不出来,管家表示,只要人在你们手上,钱还会再送来的,甚至还舔个大脸张嘴和叶师爷,要了一百两好处费,师爷不客气,又拿走了两百,到了知府手里也只剩下两百了,拿了好处费的叶师爷不办事,还建议把廖景山当成乱党扣架,这就能让廖家源源不断的送钱了,知府觉得有道理, 这才同意廖家人探望廖景山,廖西回家后,就拿着一根竹竿,检查起了通风口,还针在最后的一个通风口里,掏出一大快步,而这一切全都被躲在身后的管家看在眼里,而廖西却没察觉,他回去后就用笋帽结构,在龙口里拼出龙珠,转了几下发现没事,就将龙椅台去交叉了,廖老爷子也出了大鱼,他回来后,就问儿子,龙珠是怎么放进去的, 廖西心想我上辈子就是没有墨守成规,重用商鞅,才为秦国奠定了基础,廖西也吼无奈,时间紧肉重,那也是没办法的办法,再说损某结构也是鲁班大师传下来的,廖父也只好默认了,这时廖西又将通风口的事告诉了廖父,廖父想起丢的传家宝和龙珠一事,这句话刚说完,廖家就出事,廖家制作的龙椅,在送往京城的途中,被革命军给劫了,而有人悄悄地送来了一份举报函, 廖西,乱党 大喊的男人叫陈六子,哦不,这里叫廖西,他是六合堂的大少爷,他为什么被土匪给绑了呢,原来是他坐的龙椅,在运送途中被人给劫了,上面让当地官府严惩乱党,可他们上哪去找呢,这是有人送来了一封举报函,上面和人写着廖西的名字,好在夜市也提前来到廖家报信,廖西听后一脸猛逼,自己怎么就成乱党了,老爷子给出了答案 这是管家说的,还是出去躲躲吧,等风声过了再回来,您不许关斗了,老父亲也赞成管家的意见,廖西无奈,也只好向南洋躲避一番,可这一走竟然上了贼床,廖西想去窗户边看看海景,却发现门口有人盯着自己,这是海面大风四起,整个船体摇晃着,看似随时咬翻,而海盗这时也不装了,就要动手, 难道你不知道他的钱都在冰箱里吗?廖西见此情况,只能拼死反抗,随后他们的船就被海浪掀翻,廖西则躺在海滩生死胃里,幸亏被人发现给救了回去,完事他就被这群人留在这当起了免费搬运工。 可是令廖西怎么都没想到,抢劫他的海盗居然也是这里的人,并且还将他给发现,暴晒了两天之后,还好有一位小兄弟偷偷的给他喂了水,要不真的晒脱皮了,而这时正好岛主和他女儿回来了,看到八爷手上有伤,就问他怎么回事,老八便立马将他带到廖西面前,无限廖西结了自己的祸,并且还将自己的两个弟兄给杀死。 廖西被放下喝口水后,他告诉总舵主自己家里遭难,本打算坐船远走他乡,哪料想误上贼船。 你们这样把我杀,我的贵人鬼,我也走不了你们,赶紧吐出军围语。 等等。 这时,总舵主的女儿没发话,赶紧阻止,他太清楚老八的为人,廖西肯定是被抢劫的。 少舵主给了老八两船货作为补偿,并警告他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,但是在总舵主的威压之下,他也只能选择稀释宁人。 就这样,廖西就暂时被留在了台岛,当起了劳工。 第二天,刀疤监视劳工干活,拿起一块西瓜钢坐在凳子上,那料凳子腿断了,尴尬的刀疤男只能将苏着叫过来,叫发火,廖西不忍小兄弟贝勒,赶忙站出来拦住刀疤的。 廖西先是看了看凳子,又随便找了根木头,就用刀开始削了,木匠的基本功就是会做凳子,然而没三两下就把凳子给修好了,廖西的表现引起了刀疤男的好感,他将廖西叫过来,赏了他块西瓜吃。 看着手里的西瓜,廖西无法独自享用,于是就想让请全部兄弟们吃,刀疤脸有些吗?还没人敢提这种要求,而廖西直接把人喊过来,就把刀疤桌子上的瓜给瓜分了。 而廖西的做法也让总舵主的女儿,心里产生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。 等到了第二天,货主给台岛上运来一批檀木,廖西看着木材,发现了一丝不对劲。 苏哲在台货时一不小心扭到了脚,货主立马就对苏哲拳打脚踢,廖西看到赶忙上前致。 你是不是怕这么一摔,把你的把戏给摔漏了? 少舵主一听这里面有把戏,就上前问个清楚。 廖西告诉他,这不是檀木,少舵主觉得可笑,自己做了十几年木材生影,还能看不出这是不是檀木。 这是送货的老六爷一脸鄙视,可是他不知道站在面前的男人,那可是木头行业的专家。 随后他们便开始验收,刀疤,拿起斧头就在木料上劈了下来。 刀疤男看似凶狠,可是他的身体早已被掏空,劈个木头都有气无力的廖西,实在看不下去。 直接上前从刀疤男手中接过斧子,然后对着木头的一关石金一网,真相立马浮出水面。 这批木料居然是贴牌的假伙,这一下廖西为少舵主减少了损失。 少舵主顿时觉得他是个人才,就问他是怎么看出这批货有问题的,廖西没有回答,只是说肚子饿了。 少舵主立马给廖西安排饭菜,吃饭的时候询问他的本事,廖西也不藏着椰震。 只要有木头从身边过,自己用鼻子一闻,就知道是什么品牌。 于是少舵主就聘请他为岛上的木料审核员,每月有十块钱的工资。 对于廖西这个要求,少舵主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。 至此,廖西暂时在财岛阿门的住了下,还跟底下的工友打成了一天。 而少舵主也越发的欣赏廖西,就在他跟母亲探讨这个人事,手下进来说道。 总舵主,少舵主,外面闹什么辛亥革命,皇帝退位了。 突如其来的消息,让梅艺的母亲愣在原顶。 很快,才到上海岛娘娘的寻导日子就要到了。 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准备的时候,梅想突然收到密报。 总舵主,暗话不说,就要带人灭了准备叛变的人。 可是梅却将刀疤拦住,她告诉母亲暂且暗兵不动,等对方先出招后再做定夺。 到了晚上,外面狂风大,廖西还在制作海娘娘的轿子。 刀疤跑来告诉众人,外面的料厂出事。 众人赶忙出去,开始用绳索固定整个料厂厂房。 可是廖西哥没一步小心被压在倒塌的厂房中。 有人吗? 有! 他们的呼救声都被风声掩盖。 等众人忙完后才发现二人不见,于是舵主带人立马寻找,将二人救出。 回到大厅之后,没想到海娘娘的雕像直接掉在地上摔坏,吓得舵主跟众人赶忙跪了下来。 一个大声高喊的光头是岛上的八爷,他觊觎岛主之位已经很久了,于是他偷偷派人趁着大风之际,将海神娘娘的雕像给摔坏。 总舵主为了封闭消息,说到谁要是说出去就个舌头。 见众人退去,总舵主见此情况说出了原因,这么多年十八岛如此安宁,全靠海神娘娘的庇佑。 如果一旦被其他岛屿的人知道,就会拿这个说事,逼迫他们母女两个退位。 有人建议再醒一尊,可他们十八岛进的就是这一尊,再醒一尊怕是镇不住。 可这个时候,其他人已经做好准备,要逼他们退位了。 这母女俩得到消息,也不是怕事的主,他们猜出来,可能不是天灾而是人祸。 岛主决定先入为主,就要带人取平了老爸的寨子,而廖西不希望看到兄弟们流血。 为了救出岛山的内奸,廖西让岛主配合自己,随后岛主让刀疤男将廖西关在这间屋子。 不准任何人靠近,廖西这边开始着手修复海神娘娘雕像,没有趁手的工具。 他将厨师做饭的家伙都借走了,弄得厨师都不知道怎么做饭。 他还让苏哲等人对着海神娘娘的画像捏紧了一巴,而这一切都被岛内的内奸看在了眼里。 随后内奸便离开财道,将这个消息传递出去,而内奸行为都被眉看在了眼里。 等到了祭祀大典这天,老爸等人还等着看岛主笑话,可是他不知道,苏哲已经将他的船凿了个大洞。 就在祭祀大典开始之际,看着用不蒙着的海神娘娘,小船们也都跳了出来。 这一下总舵主也知道是谁在后面捣鬼,于是命人把布给掀开,而老爸的人已经准备要动手了。 随着老爸的船沉入海底,在场的所有人认为,正是老爸对海娘娘不敬才导致沉船。 这是梅依又将老爸的内奸给带了上来。 老爸的阴谋虽然被识破,但是总舵主并没有将其处死,而是让其都回去准备迎接海神娘娘的寻岛大帝。 等到了晚上,梅依将廖西找来,询问廖西的真实身份,可是廖西并没有将实情说出来。 听到自己的真实身份,被梅依一字不差地说出来,廖西此时心头意见,但是梅依说这些话并没有其他意思,而是想让廖西留在台岛多帮帮他们。 此时廖西虽然想着急回家,但是毕竟因为他岛上损失了两条人命,梅依告诉他两条人命换他留岛两年。 无奈廖西只能答应下来,而他唯一的条件,就是希望梅依能同意他给家里写封信。 梅依答应了廖西的条件,可是廖西不知道,他既往家里的信都被管家的给拦下,然后将其全部烧毁。 而长年盘踞在福建地区的李都尉,也成是带兵入住了新华城。 廖家老爷子知道后,也悲伤过度直接晕倒。 他们家是做龙椅的专业户,身受皇家宠爱,可这也为他们家带来了灾难。 大儿子被人污蔑为乱当,现在生死未互,而小儿子为了承担起家义,在管家忽悠下接了一笔订单。 无奈自己手艺不精,资金不足的情况下,就打起了木材的注意。 结果被石货的人找上门了,这可把老爷子气得够下,要不是有人拦着,他非打死小儿子不可。 看着如今的六合堂,他才意识到大儿子就是家里的定海神针。 可如今说这些也没什么用了,一波未平一波又起,很快又有寨主找上门了,老爷子无奈,只好用自己的棺材抵战。 那可是自己用上好的木料,一点点打磨出来的,都说见官发财。 可这才都被别人家发了,更糟心的是来了。 新来的李渡卫为讨好袁世凯,邪同夜时也找到廖老太爷,想起为袁世凯打造一把龙椅,好让自己获得袁世凯的好感步步高升,可却没想到廖老太爷誓死不从。 从来没有为奸称贼子做龙椅的先例。 廖老太爷的话彻底将李渡卫得闹,他当机下令叫将廖老太爷拿下。 这时,夜时也赶忙将李渡卫拦下,随后便劝老太爷,现在大清都亡了,你就做一把龙椅,将其交功他不就完事。 廖老太爷的一席话,让夜时也无话可说,此时曹莽出身的李渡卫再也忍受不了,直接掏出小手枪,非要逼着老太爷今天将这事答应下来。 可是面对李渡卫的威胁,老太爷丝毫不虚。 死都不撞。 听到这话,李渡卫当即叫枪毙老太爷,众人见状赶忙上前阻拦,可是不料枪都死了,老太爷伸东以猜,直接倒了下去。 这个一分钱梅花的人叫廖西,她被人陷害远走南洋,中途被人劫持遇到风浪被流落彩岛,她在彩岛的表现深得大家的喜爱。 后又因修毫海参娘娘想,让彩岛避免了一场大战,她在海岛的地位越来越高。 这天彩岛上接了一个制作家具的打单,梅婆婆怕做不好,叫巨角。 这时廖西站出来说道,我觉得咱们十八岛啊,不能老干这种走私的营兽,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。 这样在廖西的带领下,岛上的家具生意也越来越好。 这天梅婆婆把大家召集在一起,成立了自己的商号。 名字我想好了,就叫新圣元。 并且把廖西的真实身份告诉了大家,还让她当商号的儿当家。 廖西这时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 廖西赶紧解释道,不是看不起,我只是把我自己的感受说一下,要做正经生意。 就得有正经的规矩,哪有什么劫财不劫命,劫了财不比劫了命难受。 老山的生意越来越正规化。 转眼又是一年中秋季,大家都在高兴的时候,只有廖西一个人在想家。 不过少多主还是遵守诺言,两年后来廖西回家了。 可廖西刚进到家,就看到院里空无一人,她内心一阵紧张。 这时正好碰到家里的丫鬟,从丫鬟口中得知她别中枪,廖西扔下行李就赶忙去看望她逼, 而看到大少爷出现,管家神色瞬间慌张起来。 随后,廖西从大夫口中得知,老爷子中了枪伤,没有伤到要害,只要能挺过这两天,说不定还有希望恢复。 随后,她又从弟弟口中得知,这件事是新上任李都尉所为,完事她就带上家里的伙计,直奔府衙去找李都尉算账。 听到是廖家大少爷前来讨要说法,是也本想拦住李都尉,让其千万不要应允。 可是土匪出身的李都尉哪管这些,直接就要出去会会廖家大少爷,面对廖家的维权,李都尉直接说自己在执行上级命令,是廖老太爷反对政府,对抗共和,还想着复辟前朝,一系列的罪名安到廖老太爷头上,这一下子激起了民愤。 而廖西反问李都尉已是压人,这还有没有公道跟王法,这个传承二十八代的木匠世家遭难了,廖老太爷因不给袁世凯坐龙椅,被李都尉一枪打伤,廖家长子廖西前去讨说法,竟被抓了下来。 廖西的朋友看不惯李都尉的胡作非为,就偷偷的刺杀李都尉,失败后也被关进大牢。 这李都尉有多不要脸,他打伤了廖老太爷,抓了廖西,竟然还惦记起人家女儿的美貌。 当廖家人得知廖西被抓后,他媳妇当即将自己所有手势拿出来,然后拿到当铺准备点档,女孩看着当铺只给了一百大羊,说啥都要拉着他娘离开。 这时,当铺的掌柜过来看了一眼当票跟盒子里的手势之后,当即决定给他们三百大羊。 此时,廖西的媳妇看着手里的三百大羊都惊叹了,看着老板如此慷慨,女孩都不知该如何言信,随后他们拿着三百大羊来找都尉,失败知道情况之后,当即收下银票,然后告诉廖夫人先行回去,让大小姐先留下。 此时母女二人并未多想,随后大小姐便跟着失业来到都尉的房间,看到廖大小姐,李都尉赶忙将两个陪酒的打发出去,然后招待其坐在自己身边。 此时,大小姐开口求李都尉放了他爹,可是李都尉告诉他,放人可以,但是有个前提条件。 他必须答应自己,廖大小姐没有想到,李都尉竟是如此禽兽,而他此时也不装了贪拍,只要廖大小姐能嫁给自己,他爹廖西立马就会被释放出来。 说着他还要去拉大小姐的手,没想到直接挨了一耳光,见廖大小姐如此泼了,却更激起了李都尉的战友欲,他当下就要拉着廖大小姐想要给妻打针。 就在这时,一个帅气的小伙子来到,直接一拳上去将女孩救下,完事还将李都尉批评一顿,原来他就是少帅,哦他可不是那个人情世故的少帅。 随后少帅将廖一会送出都尉府,还将自己的衣服给他披上,而廖老太也知道自己大陷将至,便将小儿子廖回找来,将祖传的六合糖火烙印传给他,而六合真仆则由他哥廖西继承,让兄弟二人合力将六合糖发扬光荡。 晚上管家刘天秋就找到廖回,开始挑拨兄弟俩的关系,并让他做好准备,随时接管廖家。 等到了第二天,有人找到管家刘天秋,告诉了他一个天大的消息。 廖靖山为了打压咱们孙家,和宫里的太监勾结,陷害老爷。 廖西去给老爹逃功道被抓了架,而他的朋友行刺李都尉也被抓了架。 廖西看着自己被打敌浑身是伤的朋友,责怪他为什么要这么傻,要干这种事。 就在廖西心疼好友的时候,管家刘天秋来了。 他告诉廖西,廖老太也要把六合真仆传给他,让他把廖家的手艺传承下去。 随后就去找叶师爷打听情况了,一听说廖西醉不至死,显得非常不高兴。 而李都尉这边屁股还没坐热,少帅就找上门来,想要让李都尉将星华这块地盘让出来。 可是李都尉给脸不要脸,当着少帅的面就狮子打开口。 完事后少帅回到军营,将李都尉提出的条件,告诉给他的父亲张大帅。 这可不是马拉八子的张大帅,而张大帅之所以要将星华收入自己的地盘,就是因为这里是他运兵的咽喉之地。 既然李都尉如此的给脸不要脸,他当即让儿子将李都尉这个难题给解决了。 等第二天,李都尉居然准备公开处刑,廖西跟他的朋友二人被压到刑场。 李都尉先是将廖西的双手给废掉,父子连心,廖老太也心有所感,就想着要交代后世,一口气卡住上不来。 这是管家赶忙来到床前,趁四下无人知己,说出了一个天堂的秘密。 听完管家刘天秋的话,廖老太也也明白了,为啥这两年六合堂老师出事,原来都是自己的嫡传弟子干的。 廖老太也此时死死地盯着他,然后心有不甘地咽了气,而刑场这边就在李都尉打算行刑之际。 没想到一声枪响过后,李都尉被一枪抱头,原来是少帅卡着点来了。 他的父亲张希年接管了心话,随后廖西便被带回家中,当他苏醒过来以后,第一时间冲到他爹的灵堂之前。 此时他的手疼不及心疼,两年了好不容易回到家,还没给父亲说几句话,就这样天人引格了。 结果悲伤过度,直接晕厥过去,等大夫替他检查完伤势之后,告诉他们,廖西的命虽然保住了,但是他的手基本上废了。 听到这话,二太太心里估计都乐看了花,大夫前脚刚走,二太太便急不可耐地准备替儿子争夺家主之位。 虽然二太太基于替儿子争夺家主之位,但是大太太还活着,这事也不是很好办。 等到了调宴之日,少帅也来到廖府调宴廖老太爷,不意会,没夜前来调宴。 完事后,没找到大太太,提出想要带廖西去广州治首,但却遭到了廖西媳妇的拒绝,无奈的没只能带着人离开。 到了晚上,管家刘天秋找到二太太,又来鼓动让他们兄弟相互争斗了。 老太爷刚刚去世,家里的长伯们就来问廖家新的化石人是谁。 因为廖西的双手辈废,大家都倾向让二儿子廖回来做这个化石人。 而这时,廖西为了能让廖家再去辉煌,当即决定,将老爷子留给自己的六合真谱交给弟。 老师傅表态,他说的是廖家的手艺失传,而不是六合堂的生意不形。 与老师傅的点评,廖回认为他不够资格,毕竟他只是个打磨师傅,根本不懂雕刻。 可廖回不知道的是,老师傅从他爷爷就开始给他廖家打工了,所有人使用的工具都是他打磨的,包括廖回使用的也是。 木匠这个行业最主要的一点还是天赋,想要成为顶级木匠,廖家二少还是有些难度的,反正他是不看好,而他最看好的还是廖家大少,原本就天赋惊人,而且手艺也攀直巅峰。 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大少爷的手背废了,所以他才说廖家手艺要失传了。 不管怎样,现在廖家就是廖回说了算的,而廖回掌权后,人流天秋为妻,在接货的时候都让他来监工。 为了快速完工,他让众人舍弃传统的整木雕刻工艺,采用孙茂结构来制作。 此话一出,遭到了老师傅的拒绝,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赶工期,不能违约,违约了是要赔钱的,不然到时候你们都没工钱了。 此时所有人都不会想到,刘天秋这么做的目的,就是想将廖家百年鸡也毁于一带,好报他的血海深仇。 这边用自己的因为搞定了工人,扭头就又去找到廖回。 他告诉廖回,这个家里只要大少爷还在,你二少爷说话就不作数,你就会成为一个傀儡。 二少爷多多少少也听进去了一些。 等到了出货这天,廖西看到他们先做的代表,竟然用的是损卯结构,这不是砸他们廖家招牌吗? 因为这件事,兄弟两个吵了起来,二少爷想到刘天秋的话,竟然要赶大少爷离开廖家。 随后廖西来到祖宗祠堂,思考良久,六合堂的招牌绝对不能回在他手上。 于是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。 大少爷把我们要出的货全给砸了。 这个年轻人不讲武德,他哥刚把大掌柜位置让给他,他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把哥哥赶出家门。 他可能不清楚,他哥哥可是陈六子,只有他赶别人的份,这次居然被亲弟弟给赶出来了。 不过刚一出门,就被家里的仆人跟老师傅全部拦住。 廖西没有想到,因为自己的离开,这么多老师傅都不打算干。 虽说自己准备搬出廖家,但是六合堂毕竟是祖宗留下的基业,他不能看着六合堂就这样毁了。 于是,廖西恳请这些老师傅继续留下,帮助他弟将六合堂壮大下来。 众人见廖大少爷都这样说了,也只好暂时留下来。 随后他便带着家人上了路,而这时廖西被赶出廖家的消息,传到了梅艺耳朵里。 于是他立马就带人到了廖西的新住处。 虽然廖西的女儿姨会不喜欢梅艺,可廖西的母亲却想让廖西娶了梅艺,原本以为她的生活就要围着这两个女人展开了。 可没想到的是,第二天朋友就带来了一个传教士,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。 我会啥? 你的光光雕像,我的金奖,金奖。 外国人都非常惊讶,这么精美的物品竟然是用手雕刻出来的。 外国人都想要见到这位伟大的艺术家。 可如今廖西双手已经备份,连拿东西都很费劲,更何况还要做更极致的雕刻。 看着日益消沉的廖西,传教士给了他希望。 听了传教士的话,廖西决定重新拿起磕刀。 哪怕满头大汗,哪怕浑身颤抖,他都一点点的雕刻着。 最后磕刀掉在了地上,他用尽了败法,费尽了力气,用手用胳膊用嘴,他都捡不起了。 此时他再也绷不住了,难道廖家的手艺就要这样失传了吗? 好在家人都在努力的帮助的,要给他找最好的医生来医治。 廖西的手能不能好呢?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。 喜欢的朋友拜托关注点赞评论,我在这先行拜下,这个大骂日本人的人是陈六子,哦不是,这里是廖家大少爷,廖西。 他就是因为雕刻的一件关公,向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了金奖,这个消息传回新话,当地的民众都纷纷赞叹。 可廖家二奶奶得知此事之后,气得他将报纸撕了的稀巴来。 可是眼下廖西的双手已经残匪,就连刻刀都无法拿尾,这让廖西的内心备受煎熬。 可到了第二天,当地的官员是董流量的,于是就带了一副锦旗,和一个日本医生来找廖西。 因为叶之秋以前给廖家制造过不少麻烦,而这一次又带了个小巴嘎来,廖西也就没有给他好脸色,于是便有了开头的那一幕。 未被未敢忘忧国,此时的廖西只希望改朝换代的话,对百姓好抵救星。 而廖西的这波流量太大了,就连六合堂前都人满为患,他们拿懂豪门医院,只知道是大少爷得奖,二少爷成了直接收益者。 而看到大哥得奖,二少爷打开大哥传给自己的六合针破,也不知是自己看不懂还是咋逼,就总觉得大哥还留有后手。 与此同时,梅叶带来了一位外国筋骨医生来给廖西制手,经过医生的检查以后,他告诉廖西,他的手有恢复的可能。 听到这话,众人喜出望望,但是医生又告诉他们,毕竟受伤时间太长,伤口已经出现溃来,手术后肯定会留下某些后遗症,不过医生给他保证,最起码能让廖西的手恢复八成。 医生的话让所有人都喜出望望,当下却决定让廖西入院治疗。 廖西的手术结果让所有人都喜出望望,可是过了没多久,管家刘天秋就带着廖回来到医院看完廖西,这是被他赶出去后,第一次来看这个大哥。 说是来看网,倒不如说是来打听六合针破的。 听到二弟这话,廖西一时间没有明白他的意思,他告诉二弟,父亲的确只给了他这一步。 然而刘天秋听到廖西手术成功,表面十分开心,一听大哥这样说,廖回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落跌了。 廖西这边就出眼回家,可是没想到张希年张大帅前来看网他,张大帅哭碗木雕。 他来此的目的就是希望廖西能够为国效力,将这么传统的手艺发扬光荡。 可是面对张大帅的招募,廖西以自己双手现在残废为忧,拒绝了大帅的招募。 等张大帅走后,廖西在接下来的日子,努力锻炼自己的双手,争取早日能够恢复。 看到能恢复的廖西,刘天秋又会想出什么阴招来害他了,这个我们下期再说。 刘天秋眼见廖西双手又恢复的可能性,而自己基于已久的廖家传家宝,六合针破自己也搞不到手。 于是他就恶向胆边生,他找来了老八,一边吹捧,一边激将让老八帮他办件事。 等到了深夜,廖西他们已经全部入睡,这时老八带着手下已经来到他家,他们跳进院子,打开院门,这时没一突然睁开双眼。 对方认出了眉意,就撤退了,由于兴盛员忙着开张,这件事就没有声张。 人家原本搞个开业福利,却被一些人认为是来抢生意,于是就站出来叫板。 他可能不知道,人家背后可是当时雕刻最好的廖西。 虽然廖西不能雕刻,不过他的徒弟苏哲,在他的指导下,很快就把椅子制作好了。 到了彼氏的日子,不出意料的肯定是兴盛员盈,而且还和前来挑逝的人化干戈为玉博了。 可与此同时,刘天秋也没闲着,他先是把廖家帐房里的钱,都偷偷地转移走了许多。 后又找到叶之秋两人同流和乌要成立商会,并让自己出任会长,就在这时没站出来打断了。 说你这也太草算了,说是代表我们大家的利益,可为什么没经过我们的同应? 就这样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,叶之秋见状只好说了一句,此时在意,就草草收藏了。 可从会场出来的刘天秋,还在挑拨廖家兄弟的关系,这个长得像一分钱梅花赵德汉的人,是廖家的大少爷。 他因为被同福一抹的弟弟赶出家门后,找了个偏僻的民房生活者,因为手刚做完手术,但拿起刻刀的时候,就有些生疏了。 这天他正坐在院子里雕刻的时候,就走进一位先锋盗谷的人淘完水后,无意将看到廖西雕刻的松鼠,然后拿到手里仔细揣摩板身。 道士意味深长的话,瞬间引起了廖西的兴趣,难道证明道士也是一位雕刻大师? 人生就是这样,在你的认知面上,你能理解的都是你懂的知识,而当别人给你说你不懂的,而这灰色难懂的话,让廖西豁然开了。 看廖西听明白了自己的意思,道士这时起身就打算离开,廖西赶忙请求道士能否多留一会儿,老道士虽然离开,但是他留的哪些花,廖西反复琢磨,就连在雕刻之时,脑海中还不断回忆着老道士的那些花。 等到了第二天,一只活灵活现的小松鼠,就为廖西雕刻而成,当他女儿看到这个小松鼠是爱不释手,完时廖西就将它送给了女儿,小姑娘又可以开心一整天了,就在这时,六合堂的老主顾找到廖西。 老主顾之所以来找廖西说这事,就是担心自己跟廖回去说,怕上了和解,影响以后的生意往来。 但是念在自己受廖家多年照顾,他只能将这件事私下告诉廖西,让他有机会提醒一下,他地方这点刘天秋。 而此时的新画幅正在举办木议展览会,各家都将拿手的作品展示出来。 这时廖西的女儿来到这里,得知情况后,他也要贡献自己的力量, 于是就从包里拿出廖西送他的小松鼠,当小松鼠露面后,就被各路时候大神给盯上了。 但他们得知这是廖西的手笔后,就开始了蜂蜂而上。 这个小物件最终以二百大洋,成功的被眼镜男拿到手。 完事之后,他就跟着苏哲找到还在雕刻的廖西。 而看到廖西的一个小物件,就可以卖这么高的价格。 刘天秋也有些慌了,他私下找到叶之秋。 为了能成功当上商会会长,他给了叶之秋两根金条,让他想办法封住新化的水利, 让外国人从廖西他们这里订购的五百框龙眼都不要运送出汗。 随后他没看到官府封海的消息,差点气死。 掌柜的将六合堂的雕件拿了出来,廖西打眼一看,就知道问题出在了那儿。 可当他回到家,又来了一个更坏的消息。 这个一手拿着磕刀,一手拿着鸡蛋的小伙,是廖西的徒弟苏哲。 他跟着廖西学雕刻,在鸡蛋上面雕娃娃,可稍微一用力,鸡蛋就碎了。 无奈再去鸡窝里拿一个,他就十分好奇师父的手的多稳才能雕成。 就在说话间,手上的鸡蛋又碎了,师父看到徒弟满手鸡蛋,大笑不止。 这个傻小子没有脑袋,人家雕刻都是下面打个小眼,把蛋清蛋黄倒出去,随后用空的蛋壳练习。 你这明显是坑好徒弟啊,随后他带着徒弟看屏风,师父不禁感叹。 小时候父亲逼迫让他看这个,那个时候根本不懂,如今四十多才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,如今再看再懂得屏中的含义,可以在里面学习很多东西。 师徒拿的技术突飞猛进,就连自己随手雕刻的小物件,外国人都疯强,甚至拍出了天价。 可能是紫霄笔掌吧,廖西这边是越来越好了,可六合堂却越来越不景气了。 当地最有名的木雕店,却没有六合堂的作品。 按理来说,他把廖家的祖传的秘籍,六合真仆都留给了二弟,不至于落魄之死了。 很快这件事就要覆出水面了,当铺老板找到廖西,告诉了他一个秘密。 你们二少爷,到我店里,带了几样东西,后脚他联听就来了。 他们应该不懂是你们六合堂的人吗?为什么一个大,一个熊? 廖西好奇自己弟弟当什么东西,才知道是父亲雕刻的老武警。 当铺老板以前受过廖家恩惠,所以东西只是暂放。 他随后就把钱让二少爷支走了,可问题是,二少爷刚走,这个刘天秋就过来了,直接拿钱给赎走了。 廖西终于意识到问题严重下,于是他赶紧找二弟商人,想要提醒他提防一下刘天秋。 可这时廖回根本就听不进去。 新华夫二代上门提亲,婚礼一切用度全部承担。 这个女孩的父亲不是别人,正是害得廖家家破人亡的叶之秋。 他自然是不会同意这门亲事的,于是就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,说我是商务专员。 你们家是当地最有名的商人,你俩要结合在一起,怕别人说我们是官商勾结。 这样以后自己做事都费劲。 实际上呢,就是他和廖家大管家刘天秋勾结,正在一点点的掏空廖家。 而这廖家二少爷居然什么都没察觉,刘天秋说什么他就信什么。 他们把这个家弄得是乌烟荡气,甚至都到了需要当父亲亲手雕刻的物件,才能让家族得喘息。 就这样还要迎娶他叶之秋的女儿,简直痴心妄想,这就是个脑残的富二代。 所以他不看好廖家二少爷,也不支持女儿和他在一起。 与此同时,刘天秋通过自己一系列的运作,也当上了商会会长。 他第一件事就是来梅这里显摆,因为当初梅可是他最大的竞争对手。 而这时廖熙正好碰见刘天秋,就问到最近廖家出了怎么多的事。 你作为廖家的大管家你怎么看? 俗话说,并从口入,或从口出,他这一句话彻底把自己给暴露了。 廖熙反问刘天秋,他怎么知道龙珠暴力事和通风口有关的? 此时刘天秋也知道自己说错了话,不过事情已经过去多年,再加上廖熙手上也没证据。 刘天秋干脆就不装了,摊牌了。 你有证据吗? 廖熙经历这么多事,今天得知真相,也不及不早,反而劝他好之为之。 此时的刘天秋也不再害怕。 看到敌人的强盗,廖熙此时非常担心弟弟廖熙。 于是他当天晚上就带着苏哲来到了曾经的家。 韩奇正在睡觉的弟弟。 他告诉廖熙,六和真仆确实有两侧,而下侧就在自己手中。 听到这话廖熙质问哥哥,为什么不都给他? 廖熙告诉他,这是父亲的意思。 此时刘天秋的人偷听到了他们的对话,刚忙将此事告知刘天秋。 而不知道的是,这真是廖熙此行的目的。 廖熙知道这件事很快就会传到刘天秋耳顿,他肯定是冲着真谱而来。 只要他知道真谱还有下策,并且在自己手上,那么他就不会对弟弟廖熙下手。 但同时他也将危险转移到了自己身上。 果然在第二天,廖熙在码头检查货物的时候就出事。 老八的大哥担心廖熙被绑这件事传到财道,毕竟十八岛的总舵主可是他没婆婆。 这是老八给他大哥出了个馊主意,就是让大哥取了梅艺,这样既可以报到美人归,又可以接管十八岛。 这可是一举两得的好事,说敢就敢。 于是到了晚上,老八的人找到梅艺,让他跟自己走一趟,有他想见的人,而这一幕正好被刀疤难看到。 第二天梅艺到了岛上,要求老八放人。 老八自然是不会放人的,于是就以廖熙的性命为威胁,来逼迫梅嫁给自己的大哥菜鬼头。 为救廖熙,梅艺只能选择答应,为了拖延时间,梅艺让菜鬼头必须要好好布置一下才行。 菜鬼头为了让梅艺高兴,特意从五八同城上找了宝洁,将新房打扫得干干净净。 当然这场婚礼注定是不平常的,梅艺在举行婚礼前,将一把匕首偷偷放进了自己的袖口。 然后等菜鬼头放松警惕的时候,突然偷袭。 没想到菜鬼头也早有准备,计划失败了。 这是被放出来的廖熙赶到,当中就要将梅带走,就在这简要关头,梅婆婆赶到,化解了这一场危机。 这是梅婆婆比较好奇,老爸为什么要将廖熙捧来。 面对梅婆婆的问责,老爸吱吱呜呜地说不出话来,这是廖熙的好友李霞告诉众众,老爸是怕他干的好事,被他报道出来。 所以才将他和廖熙一起捧来,老爸一激动将实话说出来了。 大家这才明白,老爸原来在干走私鸦片的买卖。 梅婆婆上去就想要废了他,开于菜鬼头的面子,就将他留给菜鬼头处理,他则带着女儿和廖熙直接离开了。 而蔡鬼头也知道,这次是保不下老爸了,于是就念在兄弟多年的份上,将他逐出了十八道。 廖熙这边是脱困了,可廖家却出大事了。 这个我们下期再聊,喜欢的朋友拜托关注点赞评论,我在这先行拜下。 这个让给工人发工资的人,是廖家的二少爷廖熙,别看他现在说的这么大意秉然的。 其实呢,他这个当家人的位置,是大哥让给他的,而他接受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将大哥给赶了出去。 后来去医院看望大哥的时候,又遇到了自己的青梅竹马叶锦鱼,可这叶锦鱼是叶之秋的女儿。 所以在他去叶府提亲的时候,就吃了个闭门羹。 面对叶之秋不同意女儿嫁给他,廖熙心中暗发誓, 末期少年穷,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末期中年穷,三十年河北,三十年河南,末期老年穷,哦,自己还不到老年了。 但是为了让自己家族昌盛,廖熙就定来把大的,就听信刘天秋的谗言,揭露无数顶单,这下翻身是闻了,只要做好东西就能大赚一笔。 就在他还在做美梦的时候,账房就打起来了,廖熙的母亲过来喊他还在这个喝酒想好事呢。 当他们到账房的时候,账房先生正在被围,这一问才得知账面上没有钱了。 当二少爷打开钱箱,看到里面竟然只有六枚铜钱,二少爷怒急询问,虽然暂时安稳住了工人,可二少爷心中开始怀疑,赶紧又去施工地查询,这一查不要紧,原来的订单里,家具和木料全被运走,又是刘天秋的手笔,整个廖家都被他搬空了。 当二少爷在去库房找人的时候,直接进来一群警察,说他这里又违禁品,二少爷起初一脸猛逼,当他看到自己家人竟然有大烟被带走的时候,他还是猛瞪,而当他饱受酷刑,看着刘天秋出现的那一刻,他才明白过来,这些都是自己最信任的人干的,而刘天秋并没有就此收手,当天晚上他就和海匪勾结,要去除掉廖熙。 这天晚上廖熙刚准备入睡,发现出去倒洗脚水的媳妇久久未归,他感觉出去查看。 因为有了上一次失败的教训,这次海匪来的人足够多,眼看就要成功了,梅姨再次出现,可双拳难敌四手,在打斗中,带人拿刀向廖熙刺去。 廖熙媳妇飞身旧夫,挡住了这致命一击。 见此情况,海匪也赶紧离开。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妻子把丈夫交给了梅姨,她最遗憾的就是没能给丈夫生个儿子,这样也算有个交代。 此时廖熙恨透了刘天秋,可不了解详情的二姨太,却还相信她。 接下来刘天秋又会如何从二姨太手里,拿到廖家的房产了,这个我们下期再说,这个破口大骂廖熙的人,是廖家的二姨太,在廖老爷子还活着的时候,他就窜拖着让小儿子接管家业。 如今小儿子掌管家业后,他们任人为亲,终于内奸刘天秋,导致小儿子廖回被陷害入狱。 而他还不知详情,一听说小儿子要被问占,顿时慌了。 此时刘天秋出主一说,赶紧把房子卖了,打通关系好保住二少爷,二姨太也没多想,就把房契和地契都交给了刘天秋。 刘天秋也趁机都转到了自己的名校,完事后,又来找廖熙想办法了。 可来到廖熙家门口后,就看到廖熙媳妇的葬礼,而廖熙母亲看到她就气不打移出来。 二姨太可能是就儿心气,就口不遮拦地骂了出来,于是就出现了视频开头的一幕。 廖熙为了能让媳妇安心地走,就告诉二妈,等媳妇葬礼后,她会想办法就地地里。 等到廖熙这句话,二姨太也不闹了,就回家去了。 等她回到家后,看见下人都拿着行李离开,经过询问才知道,他们都被刘天秋给解雇了。 她立马找到刘天秋,询问她撂回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,而达到墓地的刘天秋也不再装了。 刘天秋此时也把自己是内奸的事全部说了出来。 二姨太这才明白过来,原来自己一直都在受她的欺贫,于是自己瞬间失控,上去就哭诉着,让把房契地契还给她。 此时的刘天秋那会管那些,直接叫来下人把她拉了出去。 此时她在门口拍打的,就是没人给她开门,她也意识到了,这一切的罪魁祸首,是自己为了争夺这个当家人引起的。 于是她就来到廖老太爷的坟前进行忏悔,为廖老太爷忏了最后一出息后,就自尽在了廖府门前。 这个新甘情愿把女儿送了狼窝的人,就是关迷夜之秋。 她为什么要让女儿去给张希年坐小呢?原来是因为廖回被陷害入狱,叶锦衣为了救她,亲自跑到张希年这里求情。 原来张希年早就惦记上了叶锦衣。 这次叶锦衣正好有事情求自己,她就嘴上答应彻查此事,回头却将她的父亲叶之秋找来,表示自己看上了她的女儿。 而叶之秋为了能绑上张希年这条大头,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这件事,于是就出现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。 叶之秋此事高兴的嘴都合不上了,但是她的女儿叶锦衣,听到这个消息都惊呆了,她无法接受这个结果,可是她父亲告诉她,如果不答应这件事,三天之后就枪毙廖回。 叶锦衣无奈只能同意,跟着高兴,叶之秋为能不能将廖回放,谁知此时张希年却说廖回是重刑犯绝不可能放回去的。 不过叶锦衣获得一次探视机会,廖回还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,还在和叶锦衣憧着未来,她却不知道这是叶锦衣来和她道别的。 与此同时,张希年的上级都军将家里组团的一张画案送到她这里,让其找人将其修复好。 张希年担心此事办不好,影响她在军中的地位,她将叶之秋找来商量对策。 叶之秋立功心情,推荐了真修房的孙掌柜,但是张希年还是觉得廖西能靠谱一点,于是她派人将廖西请了过来。 看到断腿的画案,孙掌柜表示自己十天就能修好,可是廖西对着画案使劲一拍,画案断腿的情况更严重,要不是廖西是国际大奖获得者,有真材实学,早就被枪毙八百回了。 此时廖西给出了解决方案,大帅问她能不能修好,廖西点了点头,因为这毕竟是自己家先派的作品,而同行则是愤恨地离开了。 随后,廖西向张希年表示,希望自己将画案修复好之后,大帅能将她弟弟放出来。 听到这个话,廖西都震惊了,但是张希年为了能让廖西给他修复好花案,他骗廖西。 只要他能赶监狱枪响之前修复好花,他便立即放人。 而此时,廖义惠得知了他闺蜜叶锦要嫁给大帅的消息,而少帅此时也在这里,他告诉二人, 就算叶锦鱼真的嫁给他爹,廖慧也绝不可能被释放,父亲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的。 更何况你们是这种关系,女人在结婚当天趁新郎不注意,将一包迷药倒入酒杯,等新郎将酒一眼而尽。 没过多久便起了反应,而张希年话还没说两句,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 趁张希年昏迷过去,叶锦鱼赶紧找到帅姨,在放人的证件上盖上,眼看廖慧就要被执起,他们及时赶到。 刀疤男拿着单子找到警长,看到单子,警长此时有点怀疑,然后立马打电话到大帅府寻问,还好电话的另一头有少帅兜底。 由于电话那边没出声,警长也不知怎么办的时候,刀疤说话了。 我看你们是存心想为难老的,是吧? 在刀疤男的一顿忽悠之下,警长就让他们把廖慧带走了。 与此同时,大帅的手下来到大帅的婚房,看见大帅没有反应。 而新娘叶锦鱼也不知去想,这才意识到不对。 大帅被人叫醒后,直接就下了死命令,必须要把他们给抓回来绳之以防。 而逃走的廖慧被半路放下,刀疤男开车准备将追兵引开,可是他们的计谋却被警署的人识破。 最后廖慧跟叶锦鱼被逼到山崖,走投无路的他们对视一眼,然后毅然决然地跳下了悬崖。 而这一切都被远处的廖一会儿,跟刀疤男看在眼里。 没有追回廖慧,张熙年就来到了廖熙这边。 廖熙告诉他话已经修好了,问他什么时候能把自己的弟弟给放了。 廖熙脸上显露吃惊,可是下一刻,大帅一口咬定,廖慧被劫肯定跟廖熙有关。 听到大帅这话,廖熙急了,我他妈在这给你修复花案,三天都没出过门,怎么可能有时间去劫狱。 就在双方向江池之时,这时少帅来到大帅身边,听到儿子这话,张熙年觉得儿子说得对,就当场把廖熙他们给放了。 此次事件让张熙年丢见了严密,他不仅要将廖慧二人找回来,还准备将叶锦鱼的父亲叶之秋抓起来治罪。 就在这时,前线传来紧急救悟,张熙年将兴话的烂摊子交给儿子答案,而刘天丘这边将廖家所有家产都弄到手后,将六合堂改名为天丘堂。 他要将前朝皇帝所赐给廖家的牌匾当街烧掉,得知情况的廖熙赶忙前来制止。 廖熙气愤至极,刘天丘是父亲的嫡传弟子,从十二岁就到这里,父亲更是手把手地交他,如今廖家所有的事都是他搞出来的。 他这是要杀人朱新阳,在场的人无故气愤,让他停止眼前行为,可刘天丘就要执意如此,眼看刘天丘就要得成,还好这时少帅来了。 这个长起胡子的人叫刘天丘,他通过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,获得廖家的全部资产。 现在更是要当着全城百姓的命,要将皇帝遇刺给廖家的牌匾烧掉。 他的行为遭到了围观群众的谴责,这时少帅亲自出门,让他把牌匾还给廖家,他在就此作网。 随后,廖熙带人将牌匾跟祖宗牌位都抬了回去,当廖熙母亲得知事情真相后,开始痛哭流涕,传承二十六代的廖家,怎么就成这样了? 一时气血攻心,晕了过去。 没看到这一幕,悲痛来人,当晚带人就准备去刺杀刘天丘,等他看到刘天丘的背影,就一个飞刀飞了过去,等他们进入院子,看清躺在地上的人,才知道上当了。 没想到刘天丘老监巨华,居然把梅医给打伤了,刀疤男见状赶忙扔出一个烟雾的,这才带着梅医逃出刘府。 第二天警察就找上门了,还从梅医房间里搜出了一套夜行物。 为了不连累众人,梅医当众常认事情是他干的。 当廖熙从刀疤男口中得知真相以后, 刘天丘本来就是这老狐狸,这种事情,这钱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商量的呢?就冒然行尸啊。 为了能救出梅医,廖熙找到了刘天丘,刘天丘提出了两个条件。 陪我两千打扬,关闭新圣院。 没想到,廖熙想都没想就答应了,等梅医出狱以后,廖熙的母亲吊着最后一口气。 廖熙将母亲安葬好以后,便开始准备将新圣院的牌匾摘下。 廖熙为了救出梅医,同意了刘天丘的条件关闭新圣院,就在要摘牌子的时候,成田出现了。 原来成田通过运作,成为了新圣院的股东之一。 把新圣院的这块牌子算是保住了,随后成田找到了廖熙,拿出一只雕刻的猴子给他看。 这只猴子正是日本唐本家族的雕刻师所雕刻,与廖熙当初雕刻的那只松鼠手法如出一辙。 再加上这只猴子上市时间早于廖熙的松鼠,于是南洋的客人就怀疑廖熙削浅了日本唐本家族的记忆,然后就没有了订单。 徒弟苏折的话虽然难听,但也并无道理,此时廖熙并没有在意太多,他只是觉得自己的技术已经到达了瓶颈。 为了提高技术,廖熙当即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,他打算把廖家的雕刻技术全部公开,通过和同行相互切磋,相互融合,来打破行业的局限性。 随后,他们又开始在大街小巷贴出告示,每月三块大洋招聘母工师傅,而这件事很快就传到刘天秋的耳朵里,刘天秋为了稳住家里的师傅,就承诺家里的工人涨点工资,还可以学习六合真谱上的一些技艺。 这边叶之秋也收到消息,也来找刘天秋商量对此,很快刘天秋就以会长的名义,给大家约法三章。 最后还特别强调,以后商户的每一笔交易都要到商会报备,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些规定有些熟悉呢? 商家一听立马就躁动起来,这样一来大家的买卖都得经过他们的手,这又就被被人掐住咽喉了。 这里有没有某团的做事风格呢? 看着大家的躁动,刘天秋直接搬出了上面来镇压,还放出狠话,说如果接受不了,可以不再新华经商。 说完就散会了,回去后的梅正在生气,成田就带回一个好消息。 这个女人叫安夫人,她是带着任务来新华的,她受洋人所托,要在新华订购一批雕花家具。 得知消息的刘天秋第一时间,就以商会会长的名义找到了安夫人,这时身边你小跟班开始说话,说现在的天秋阁就是之前的六合堂。 此时,刘天秋在脸瞬间变黑,随后他亲自解释道,廖家出了一系列变故,大少爷廖袭双手被废,二少爷撕犯烟土,调和失踪。 好你嘛,此时我只想到了一句话。 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 安夫人自然也明白刘天秋的来意。 刘会长,您来这儿,也是想接我这个订单。 此时刘天秋毫不谦虚地说,目前新华也只有天秋阁可以接下这笔订单,因为商会有个规定,所有的订单都必须到商会备安。 不过谁接手都得有我天秋阁。 随后,刘天秋还是一伙计贿赂安夫人。 此时,安夫人面楼不愿,开始逐客。 刘天秋自知在待下去,也无任何意义。 等他走后,安夫人便来到新圣园找到廖西,看到廖西双手已经恢复,他很是高兴。 因为安夫人此时就是奔着六合堂来的,可没想到造化弄人,六合堂已经没了。 不过好在廖西还在,六合堂先派的记忆还在。 但因为商会的存在,订单都得从商会走,这让他很是难办。 虽然他是替洋人办事,但是也不能坏了这里的规矩。 就在安夫人犯难之际,廖西当即提出一个解决方案。 您可以把订单变成招吗? 廖西亦于点醒望中人。 随后,安夫人将新化有名的木雕掌柜都聚集在一起,向大家宣布了此次获取订单的方式。 他会将家具的制作样式数量分发给了商货,然后的商家按照规定制作样品,形成宝树,最后公开接榜,五美加连者获得这笔订单。 安夫人这样一说,得到了下面各个商货们的支持,毕竟只有这样,大家才可以有机会获得订单。 大家收到消息后,都回去准备了,这时就显出廖西与刘天秋的不同了。 廖西是回去准备图纸、木料,而刘天秋则是让下人偷偷的去打听别人的低价。 可就在廖西的人去买木料时,却发生了意外,这个人是怎么知道廖西原来的底价的呢? 原来是廖西为了参加投标,满了一招釜底仇心。 他先是让自己的土地大发,去木料市场购买木头,来个与刘天秋的土地偶遇,然后再当着他的面读两码,让刘天秋的人看到。 而刘天秋为了得到廖西的底价,随后便开始给大发下套,让其欠了赌场一大笔钱。 随后他又出面将大发的欠条买下,以此威胁大发替他拿到廖西的标书报价。 方案以及他们的用料,算下来最低价也得十万大洋。 到了晚上,大发找到刘天秋的,告诉他们廖西这边报价九万七。 刘天秋以为自己得到了廖西的低价,然后又通过自己的关系,封了一些铺子,自己这次就能稳坐钓鱼台了。 可廖西也没有闲着,他先是通过自己的雕刻作品,从当铺老板手里借了五千大洋,然后又开始招各个门派的师傅们。 看到他们能聚集在一起,廖西非常高兴,木匠传承了几千年了,每个流派都是传男不传女。 甚至宁可带到棺材里,也不叫涂地精华,这让多少多少手艺断了传承。 经过这么多事的廖西,想到了一个内卷刘天秋的办法,他要把自己先派六合真仆上的秘籍,公开交给大家。 只要你想学木医,他可以手把手的叫,并且他还给大家发工资,天下居然还有这样子的好事。 大家一听,不仅可以学技术,还可以拿工资,一下子廖西这里就来了很多人。 他鼓励大家把各家的绝活都亮出来,大家相互学习,相互进步,就这样在他的带领下。 即白家所长,研制出了最新的桌椅组合,来参加外国订单的竞标。 转眼就到了提交标数的日子,可结果到了时间,参加竞标的只有三家。 随后,安夫人先是检查了三家准备的样品,各家样品都很符合邀请,而且做工优良,难分博重。 完事,安夫人开始对外公开各家报价。 我当安夫人说出廖西报价15万的时候,整个会场沸腾了,而刘天秋也是一连猛意。 他为了赢廖西报了个亏本价9万万,没想到廖西居然有这么高的价。 但没想到廖西接下来又搬出一套新的样品,这个样品不管样式是还是精美程度,都是碾压其他样品的存在。 你看这个人像不像你甩锅的老板,除了事情就是严功背锅,要是有功劳全是自己领导有方。 师傅们对于刘天秋的做法,只能选择忍耐,虽然这次参与竞标师吧。 但刘天秋怎么会放起给廖西十半子,你廖西不是接了大订单吗? 要是没有原材料看你怎么交付,于是他就让人手下的人去码头高架跟廖西抢物料。 此时刘天秋还不知道,自己已经中了廖西的套路,而高架卖完物料的老板,找到廖西了两个徒弟,当场给他们塞了点好处, 可是到二人回去以后,却被廖西当场批评一顿。 对于触犯家规的徒弟,廖西给予了严重的处罚,可转眼廖西就犯愁了,这想要的木材几乎被刘天秋垄断, 没就建议去鬼师碰碰运气,可刘天秋闻到风声,也当天夜里去了鬼市,鬼市的买卖全凭运气, 他们把货物用不蒙住,把自己看好的那一堆协商价格,价高者得,这难道就是最早的盲盒? 随后廖西与刘天秋就开始的比拼,一号和二号都被刘天秋用五百块钱拍了下来, 而他看不起的三号木材,被廖西用二百块钱拍了下来,没担心要亏本,而廖西只是微微一笑,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,但他们打开三号木材的时候,刘天秋就嘲讽廖西年龄打了, 拍的这堆烂木头给他家烧火都不要,说完这话,刘天秋就打算离开, 没想到被廖西一把拉住,刘天秋机关算计,还是败给了廖西, 廖西得到木材后开始加班加点的感知凋戒,等交火之日, 廖西还搞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交接仪式,目的就是想搞一下刘天秋的心态, 此时刘天秋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,时间一晃两个月过去, 安夫人又带着订单来到,这次还和上次一样采取了招宝, 这又是一次廖西与刘天秋的较量,当听到廖西的报奖, 只有两万五的时候,刘天秋猛圈了,因为有了上一次失败的经验, 这次刘天秋就用最好的木材,设计了一款极其考究的雕花手势盒, 而廖西为了防止刘天秋再出妖子,于是他兵分三, 让梅去一趟木料市场,专检贵重木材看,但是不要下单, 然后让大发江丛华老板,那借了钱大摇大摆的拿回来, 完事后,他让徒弟苏哲偷偷去乡下收购龙眼墓, 很快,廖西挑选贵重木材跟借钱的消息传到刘天秋耳中, 等到了竞拍展示样品报价当天,当确定廖西这边报价确实是两万五十, 刘天秋立马就提出抗议,说廖西这很明显实在破坏市场规矩, 廖西告诉大家,自己的价格低是因为选择了比较便宜的龙眼墓, 自己卖的就是手艺和做工,在洋人们商业的时候, 刘天秋猜测这次估计有失败,因为他倾出这样的便宜的手势后, 他们完全可以忽悠南洋不懂行的高价卖出去货来, 手下还在担心,刘天秋告知他别上货,他还有后续计划, 果然,这次还是廖西准标,他的东西实在物美价廉, 而其他城市的商人上前攀谈,希望也能给他们带带到他们城市去售卖, 廖西原本是能都吃下来,可他深知一个道理, 才不能让他一个人都发,正是因为他的推荐,周边的小商户全都有订单了, 小商户们都纷纷上门来感谢他,可这边刚都高兴完, 随后廖西就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, 师傅,有情况? 这群道的绑架的人是新华的小商户,因为廖西给他们带来了订单, 但同时也因为刘天秋直接高降, 垄断了整个新化的龙眼门,就连农户家的房屋也没有放过, 而拿到订单的商家走投无路, 这才来道得绑架廖西,廖西这个菩萨心肠的人, 那见得了这个,只能将自家仓库兼有的木料, 以进价卖给商户,可是这样一来, 他自己给安夫人的订单就无法完成, 为了确保能按时完成订单,廖西还没找人去外城采购木材, 然后又让苏哲带人去乡下继续寻找, 即便这样,苏哲也只捡到了一根木材, 过了几天,鬼子假扮成南洋善人来到新圣园, 他表示自己有大量龙眼木材, 需要梅一用等价的粮食来交还, 对于这个条件,没想都没想就要答应下来, 而此时,苏哲看到门口站着的保镖, 就好心给他端来一碗水解渴, 可是保镖压根就不搭理他, 此时廖西正好外出回来, 看到这一幕之后,便上前质问鬼子为何打人, 这时苏哲将情况告诉给了廖西, 而梅这边已经准备好了合同, 就在这时, 苏哲回来看了一眼合同, 就将其给撕毁完事, 告诉他自己不会跟鬼子合作, 听到对方是鬼子, 梅一直接将他赶了出去, 随着鬼子被赶走, 龙眼木的来源又断, 没办法, 梅一只能回财岛找他俩寻求解决办法, 而梅婆婆听说女儿有困难早就准备好了, 梅一带着一船龙眼木回到新华, 暂时解决了新圣园的燃眉之急, 可是接下来他们的账上只剩不到三百大洋, 可就在这时, 梅一收到银行经理的一份邀请函, 说长兴银行愿意为他们贷款, 只要他说个数字就可以, 而且还手无息贷款, 听到这话, 梅一都猛逼了, 随后经理告诉他, 是有人在后面给他们做担保, 所以银行才敢这么做, 师储反常必有妖, 梅一也长了个心意, 就说要拿合同回去跟妙西商量一下, 就在两人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, 可以救星圣园一次的时候, 就一辆车来兴圣园门口接走了梅一, 等梅一来到酒楼, 才发现替他们担保的人居然是曾经在结婚当天, 抛弃了他的男人, 于是梅一直接大发来听, 这个嫌弃自家雕工师傅技术差的人是刘天秋, 因为在第二次竞标的时候, 再一次败给了廖西, 心里非常的不爽, 可就在这时一个小巴嘎找到他, 定告了一批首饰喝, 他想借此来打击一下廖西, 可就在此时他的徒弟跑过来告诉他出大事了, 让他出去避避风呢, 听到这话, 刘天秋让徒弟赶紧去警察署找人, 自己则赶紧让人关上大门, 而农户来找刘天秋, 只是为了要回自己的尾款, 而廖西听说后, 也来到了现场, 你嘛, 就没见过如此不要脸之人, 明明是自己欠别人钱, 还在这给别人乱扣帽子, 就在刘天秋要用警署的人强行镇压的时候, 带专员及时赶到, 化解了危机, 农户又把自家的龙眼目给拉了回去, 而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小巴嘎这里, 因为刘天秋跟农户闹翻了, 收购道米的事肯定是杂了, 于是他单方面跟刘天秋取消了16万的订单, 而此时刘天秋又成了热锅上的蚂蚁, 他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了, 无奈之下, 他只好舔着个脸去了别人借钱, 鉴于他以前的表现, 没有人愿意把钱借给他, 他也只能将自己囤积的子坛刁件出售, 可是因为廖西名声在外, 愿意收购他刁件的人, 直接就打了个三折, 这让刘天秋无法接受, 于是他只能找安夫人, 求他帮自己代销一下, 听闻此事之后, 安夫人表示自己愿意将他的木材买一下, 到时候钱或两清, 可是转手, 安夫人就将跟刘天秋签署合同转卖给了廖西, 刘天秋为了斗败廖西, 从农户手里大量收购龙眼墓, 这导致自己资金链断链, 万般无奈之下, 只好底价卖掉自己手里的好木材, 而好不容易有人来收购他手里的木桃, 他一看来人是廖西, 他就说什么也不会卖, 刘掌柜, 说完这话, 大发就将合同拿给了刘天秋, 可是刘天秋看了一眼合同, 就当着众人的面将其撕毁, 而他的行为就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, 其他工人师傅立马表示自己不干, 此时最忠心的秦师傅也忍受不了了, 你要冲大尾巴狼, 不要让我们的工资呀, 可是换来的却是一巴掌, 当天晚上, 秦师傅来到廖家之前的祠堂, 跪在门前就开始忏悔墙, 等到了第二天, 刘天秋来到廖场, 看着这里冷冷清清的, 只剩下秦师傅一个人了, 刘天秋还要为他是留下来了, 可没想到留下的是一个巴掌, 刘天秋独自坐在空旷的大院中, 心里想着, 难道这辈子都不能报仇了吗, 而秦师傅就带着工人师傅投奔了料西, 并且还将六合堂的火烙衣, 跟真仆一块带了回来, 失去了一切的刘天秋, 最后找到叶之秋, 让其将天秋阁跟他的工坊帮忙卖掉, 听到这话, 叶之秋先是一乐, 紧接着又告诉他, 整个新化能买下天秋阁的恐怕就只有新圣料西, 对此, 刘天秋表示可以, 完事后, 刘天秋跟料西在叶之秋的见证下, 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, 料西终于将家里的祖宅收了回来, 完事后, 他也如愿地跟梅已完成了婚约, 等到了洞房花主之夜, 带眼镜的这伙是新圣原来的股东, 因为当初刘天秋的恶意竞争, 导致新圣原资金出现问题, 这伙一凑款为由, 离开了新圣原, 这一晃三年而过, 承田回来还给料西带了一个公益精美的屏风雕戒, 料西一看, 这绝对是上乘作品, 而且有七成向料家先派的手法, 三成有东洋的手法, 看到如此精美的雕戒, 料西想知道这到底出自谁之手, 可是承田告诉料西, 想要知道, 那就明天茶楼一许, 对于承田的操作, 料西很是纳闷, 等他第二天来到茶楼, 只见到承田一人, 就在猛逼的料西还在猛逼室, 承田开口说话, 不用找了, 就是我, 而承田今天找料西来的目的, 就是想要替祖先完成一院, 在料家祖传的圣物锦绣山河图上, 留下属于他们唐本家族的雕工, 想不到小日子布局十多年, 就是为了这件事, 难怪都说他们是忍者, 而这锦绣山河图, 是先派传承几千年, 及所有将士的心血所做, 此时承田听出了料西的意思, 就是不打算让他在锦绣山河图上留下痕迹, 但是他并不打算放弃, 但是作为奖人, 他想以正大光明的方式完成心愿, 于是他便开始向料西发起挑战, 可是面对承田的挑战, 料西并没有搭理他, 直接离开, 而此时梅这边成功地成为了新化商会的会长, 他还通知商户受新化县赋决定一个月后, 在新化举办一场交易交流会, 到时候会邀请全国的将士参加交流, 当然举办交流会, 也得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, 之前商会的钱已经被刘天秋花费得差不多, 正好这是叶之秋也来到现场, 是什么让这个小日子这么猖狂, 原来是梅一成为新华商会会长后, 举办了一场交易交流会, 由于举办交流会资金不足, 叶之秋就来找张希年看能不能拨顶款, 张希年一听叶之秋是来要钱的, 立马没有了好脸色, 就告诉叶之秋, 举办交流会是为了商户们好, 这个资金问题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, 实在不行, 那就平均商户单拍, 叶之秋告诉大帅, 这几年受时局影响, 商户的生意也不好呀, 既然这样, 那就增加捐税, 好尼玛多少年的传统了, 一需要钱就是老百姓的事, 叶之秋也只能选择照办, 等他走后, 张希年会见了鬼子万山, 万山一听这个消息, 立马表示这个钱他可以出, 可是万山出钱的目的并不单纯, 随后, 接到消息的叶之秋赶忙跑来, 将这件事告诉给了梅一, 而万山回去, 则希望唐本能参加这次交流会, 让他好好教训一下中国的手艺人, 唐本正而此意, 他想战胜了西, 随后等到了报名当天, 承田来到报名现场, 代表日本也要参加交流会, 但是却被登记人员当场拒绝, 最后承田开始出言嘲讽, 六夕微微一笑, 如果不让你报名, 你肯定会说, 我们会以示压人可以给他报名, 在六夕的同意下, 承田终于报上名, 看到有小日子来提场子, 六夕回去告诉徒弟, 现在到了检验你们技术的时候, 让他们都参加这次交流会, 而但苏哲问他是否要参加的时候, 君不密则失臣, 有些神秘的说完之后就走了, 他要去准备一份大力了, 至此, 大家都开始全力准备作品, 准备在这次交流会上, 展示出自己最高的技术, 承田这边也开始精心准备自己的作品, 等到了交流会当天, 大帅张希年也来到了现场, 看到承田的作品是不断的夸赞, 到了公布比赛结果的时候, 对于这个结果, 在场的众人都在喊着黑幕, 为了安抚众人, 张希年将众人带去参加晚宴, 就在席间, 服务员端上来一盘螃蟹, 此时承田看着众人吃得是津津有味, 可是自己却怎么都撬不开手中的螃蟹, 大帅为了修复好万里江山徒, 特意找到了廖西, 想让他出手相助, 而廖西听到这个消息也很激动, 连忙跟着副官来到存放万里江山徒的庙堂, 当他亲眼看到万里江山徒的真容知识, 整个人已经激动的说不出话, 此幕调有着长安回望绣城堆, 山顶千门刺着开的情节, 悠游着狗飞身向民, 金明桑树颠着隐隐交外衣, 当看到上位的破损之处, 廖西此时心痛不已, 随后他带着苏者, 将图上损坏之处全部标记出来, 然后又将家里的老师傅都请过来, 让他们也一块参与修复, 看着破损的万里江山徒, 老师傅们都直探可惜, 廖西询问三人, 看完可又能够修复此图的建议, 只见三人直接摇头, 此图年代久远, 技法太高, 以他们现在的雕工, 根本就无法与古人相媲美, 听闻三人建议之后, 廖西先让他们回去修夕, 只要有好的建议, 希望随时告知于他, 此时廖西也想修复好这万里江山徒, 可奈何自己不知道从何下手, 而张锡年之所以着急, 让廖西将其修复好, 就是因为这万里江山徒, 是小鬼子交给他的, 是小鬼子在收刮的时候得到, 想把他送给皇室, 可这个破损的样子送不出去, 于是找到张锡年, 只要他能找人江土修复好, 他将会无条件给张锡年提供一批军伙, 加上南京政府对他的不羡人, 派来了一个马处长和一个县长来监督他, 张锡年此时只想着自己强挡, 哪里还想着家国秦怀, 于是他就亲自来找廖西了, 因为此时廖西已经是他的亲家了, 这是什么情况呢, 原来是廖西在街下修复万里江山徒后, 就和徒弟去庙里干起了过, 而此时张锡年收编了一支土匪兵反水, 在张锡年的围剿下, 他们就淘欠了一座寺庙, 好巧不巧的是, 廖西正好就在这座寺庙里修复, 此时张锡南也赶了过来, 手下告诉他, 准备炸门进去消灭叛军, 张锡南一听就急言了, 有廖西在手, 叛军的嫡气都不一样, 对着门外的张锡南喊话, 让其给他们准备好饭菜, 另外再准备五千大洋, 不然他可不敢保证廖西的安全, 没得知消息, 带着刀疤也来到现场, 真是叛军将苏镇放了出来, 将他们的条件告诉众人之后, 便折返回去, 不到一会, 刀疤带人便将他们所需的饭菜拿了过来, 叛军的头领见到饭菜并没有着急下楼, 而是让廖西带头先吃, 看着廖西吃完没有反应, 叛军才开始动快, 看着狼吞虎咽的叛军, 廖西忍不住好奇地问道, 对于他们的糟糊, 此时廖西也深感无奈, 而叛军也没有为难廖西, 让他在饲料干自己的事, 廖西也一边干活, 一边和匪兵聊天, 这才知道真相, 要不是真的活不下去, 谁愿意当土匪当坏人呀, 他们也都是苦命人家, 都穷得吃不上饭, 与其被别人抢, 还不如去抢别人, 于是就穿了这身衣服, 有个小兵仅仅15岁, 要不是有人救了他, 父母双亡的他早就饿死了, 师徒俩不仅感叹道, 这真是一个操旦的世道, 小兵对廖西干的事情产生了兴趣, 此时廖西询问小兵想学习雕工吗, 小兵当即表示想学, 听到这话, 廖西赶忙起身, 还送了他一件自己雕刻的小饰品, 见此, 小兵当即下跪, 叫给廖西当徒弟, 看着新兽的徒弟, 廖西跟苏哲很是高兴, 完事他还将自己糕点拿给小兵吃, 等到了第二天, 没有见到钱的叛军, 此时已经着急了, 这时, 大帅张新年带兵来到, 看着仁慈的儿子, 他当即让人将其先送回去, 这突然从天而降的银元, 让在场的所有士兵都愣住, 随着一名士兵冲了上去, 其他人看了一下, 也加入其中哄抢银元, 可这时的院墙已经埋伏好了人, 等他们彻底羡慕混乱之时, 埋伏的人集体开枪, 所有哄抢银元的叛军, 都被张新年的部队当场击挂, 此时, 廖西已经被这场面彻底吓住, 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, 紧接着, 张新年下令将投降的叛军全部枪毙, 就连廖西刚说的小徒弟也在其中, 廖西看着这残忍的一幕, 他对着张新年怒吼着, 可是张新年对此却没有解释, 反而是让他回去好好休息, 完事便带人离开了这里, 等到了第二天, 刘天秋来到新盛园, 原来他当初将廖家祖宅卖给廖西之后, 靠着这笔钱财飞黄腾打, 现在是新化县的现场, 给于苏哲提出的问题, 刘天秋此时急眼了, 并没有承认当初一把大火烧毁六合堂的事实, 而今天刘天秋来找廖西的目的, 就是想找他谈合作, 听到这话的廖西找了个话题, 就带着梅一离开, 留下了一脸尴尬的刘天秋, 等到了晚上, 廖西的好友李霞准备回家, 发现有人跟着, 于是李霞赶忙回到报社, 开始将重要资料烧毁, 这时军恐的特务已经进屋, 可却被李霞抢先将他控制, 等将特务打晕, 李霞准备逃走之时, 却被埋伏在外面的特务堵在了街道, 经过一番枪战, 李霞胳膊中枪, 就在他陷入危险之时被人救走, 看到二弟还活着, 此时廖西激动的说不出话来, 而现在他们没有时间续救, 当务之急是帮李霞处理伤口, 而军统的马处长, 没有抓到李霞非常细分, 这时刘天秋却说, 我觉得李霞应该只有一个地方可去, 哪里, 六合堂, 随后马处长就带人包围了六合堂, 廖西赶紧将他们俩人推入祠堂, 随后又锁好房门, 他们搜遍了所有房间, 都没有发现李霞的踪迹, 唯独剩下这个祠堂, 刘天秋想要带人闯进去, 就在这时, 廖回出来了, 差点没把刘天秋吓死, 在这千军以发之际, 发现了李霞的踪迹, 马处长赶紧带人追了过去, 李霞知道自己必死无疑, 就让廖回赶紧把廖西拉走, 廖西看到自己的好友, 被乱枪打死在自己面前, 悲痛欲绝, 而没一回来听说了这件事, 这个球马处长的人是官迷叶之秋, 这是什么情况呢, 原来就在李霞身份暴露后, 廖回和叶锦鱼就偷偷地回到了新华, 接贴了李霞的工作, 而叶之秋听说廖回还活着, 就来打听自己女儿的下落, 毕竟当初她俩是手拉手一起跳牙的, 可是廖回跟叶锦鱼都有任务在身, 她并没有告诉叶之秋事情完事, 叶之秋失落地回到家呢, 此时她还不知道女儿此时躲在那屋哭的气不成声, 等到了第二天, 叶锦鱼假扮护士来到医院, 找到廖一回, 我现在需要你帮我拿到一批药品, 廖一回思考片刻, 还是决定帮助叶锦鱼拿药, 而军统的马处长这边很快就收到消息, 说有一批药药被运出城区, 很快他们就在城门口, 遇到了要出城的叶锦鱼, 随即双方在城门口发生一场枪战, 很快叶锦鱼就被马处长搏动, 可他们也没有发现药品的踪迹, 就在叶锦鱼被抓走的瞬间, 他向真正约要的同志使了个眼色, 而随着叶锦鱼的落网, 马处长就给张锡年打电话, 明里暗里的说张锡年身边有窝底, 张锡年一听这话, 就立马来了个一时二秒, 张锡年告诉马处长, 你身边的戴砖员和李霞有关系, 因为戴手一发现修复万里江山图, 和日本的军火有关系, 开始怀疑张锡年了, 马处长立马将戴手一找来, 询问他跟李霞的关系, 此时戴手一刚开始解释, 但听到他与李霞有交情的时候, 一枪就将戴手一给毙了, 等到了晚上, 叶之秋找到廖西, 告诉了他戴手一因为通共已经被枪毙, 他还告诉廖西自己要去想办法救自己女儿, 如果回不来了, 希望廖西能替他妇女二人收尸, 于是叶之秋就来到牢房里, 劝说女儿把知道的都告诉马处长, 叶锦鱼心有死至, 他唯一觉得对不起的就是自己的父亲, 让他白发人送黑发人, 听到女儿的话, 叶之秋感慨万千, 自己做了一辈子官迷, 养人鼻息傍人门户, 没想到自己的女儿做了这么大的事情, 他会有这样的女儿骄傲, 他虽然不理解女儿所做的事, 但看到女儿如此坚持, 哪怕粉身碎骨, 他也要将女儿救出去, 男人为了救出女儿, 将眼前的毒药一眼而尽, 可叶之秋哪里知道, 军统的人何时说话算话过, 就这样妇女二人都死在了牢房里, 很快廖西就得到了消息, 他先是已经, 随后想起前两天叶之秋来找他, 特地嘱咐他, 如果自己跟女儿遭遇不测, 希望廖西能帮他们父女俩收尸, 随后, 廖西便找到刘天秋, 想要替叶之秋父女二人收尸, 刘天秋此时也提出了苛刻的条件, 廖西回去把刘天秋的条件告诉给了梅姨, 对于刘天秋对廖家的仇恨, 廖西想查清楚当年事情的真相, 而这时廖回找到廖西, 说跟几个朋友合伙做生意, 想找大哥支主一下, 听到这话, 廖西将弟弟的话打断, 经过叶解虑的事, 他已经明白了一切, 他告诉弟弟, 自己将无条件支持他的行动, 随后, 廖西为了能够修复好万里江山图, 将各个派系的大师都找了过来, 共同参与完成修缮的任务, 到了晚上, 张子南让廖一会告诉廖西, 加快修复万里江山图的进度, 因为他们这边需要一大批军火, 修复万里江山图和军火有什么关系? 张子南也算是宠奇狂魔, 于是就把老爹要用万里江山图和日本换军火的事, 告诉了廖一会, 第二天, 廖一会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廖西, 廖西一听, 自己辛辛苦苦要修复的祖宗之物, 居然是张大帅跟鬼子的遗次交呢, 知道真相的他, 随即就去找到张西年, 从他口中得到这个答案之后, 廖西当场表示自己不干了, 可他还是低估了军阀的残忍, 张西年一听, 就开始以他的家人作为威胁, 面对张西年的公然威胁, 廖西只能愤恨离去, 回到家之后, 他思考许久, 绝对不能让万里江山图这件国宝流落到鬼子的手中, 可是到了第二天, 廖西给鬼子修复万里江山图这件事, 就为全城的人知晓, 他们全都堵在六合堂门口, 质问廖西为何要当罕奸, 此时, 不知道真相的梅还在为廖西开播, 这时廖西正好出来, 面对街坊四邻的质问, 廖西表示, 万里江山图是他祖上传下来, 作为廖家传的自己有义务将他修好, 廖西的行为就连每一此时都不能理解, 二人大吵一架之后, 廖西在张西年士兵的保护之下, 依然前往了修复万里江山图的路上,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, 原来是廖西知道自己修复的万里江山图, 事和小日子交易后, 廖西就心胜一技, 他先给徒弟苏哲说了句悄悄话, 然后苏哲将话带给了梅艺, 梅艺这才知道廖西的用心良苦, 等到了晚上, 大批的人群聚集在城隍庙门口, 来阻止廖西修复万里江山图, 这时刘天秋赶忙过来维持秩序, 可是面对刘天秋的解释, 在场的群众都不相信, 甚至还有人将他跟鬼子玩山合作过的是扒了出来, 这下刘天秋更是解释不清了, 这时荣副官带人赶到控制局面, 听了荣副官的话, 大家这才离开, 在这里不得不说一句, 底层人民真的什么话都相信, 第二天, 副官带着刘天秋, 亲自来验收修复好的万里江山图, 此时廖西紧张的小手搓个不停, 而刘天秋看完修复好的万里江山图, 确实在其中发现了一些眉目, 但是他并没有当场拆穿, 就让张熙年将万里江山图交给了鬼子,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, 鬼子的船刚驶入深海区, 就沉入大海, 听到这个消息, 张熙年大为震惊, 而刘天秋也很好奇, 廖西到底是如何将万里江山图那么大的雕剑, 在众人的眼皮底下给偷换了, 原来廖西明面上自己在庙里削土, 暗地里将全国各地的大师请到新华, 不分昼夜的开始雕刻, 终于在临近交货前将替代品雕刻出来, 随后, 他们暗中组织新华百姓来寺庙冒失, 趁着刘天秋摆平之时, 廖西带人将其调换, 而梅婆婆也接到任务, 就是在海上将小日子的船弄翻, 这样就没有了后果之用, 而刘天秋在识破真相之后, 并没有当面将这件事拆穿, 等假的万里江山徒被鬼子运走以后, 刘天秋直接找到廖西, 廖西本想蒙混过去, 可刘天秋本身就是一名熟一人, 对这行更是门亲, 廖西疑惑的是, 刘天秋为什么要帮他, 哪怕是在混蛋的讲师, 在大势大飞面前, 刘天秋选择民族大义, 一切个人仇恨都得往后靠, 可接下来, 接来的一个人, 给了刘天秋一计重拳, 是什么让刘天秋如此冲动, 原来是廖西为了查清楚, 刘天秋仇恨廖家的原因, 特意找到了一个当年事件的见证者, 只见这位老人被刀疤带来, 就在一脸猛逼的刘天秋, 还在猛逼时, 老头拿出一个玻璃珠子, 这是一抹回忆涌上心头, 原来当初刘天秋家被灭门时, 刘天秋正好躲在幕僚之中, 发现他身影的小太监, 是一趴不要出生, 因此刘天秋才保住一命, 见刘天秋如此激动, 廖西赶忙将他拦住, 随后, 老太监才缓缓道出, 当年他家被灭门的真相, 当年外国使者前来我国觐见, 皇帝令太监总管带领去参观最近进宫的宝贝, 其中有位来自欧洲的使者约翰, 只一眼就相中了, 先作廖家的西山雅吉, 正是廖西的父亲所做, 可是那是贡品, 不能出手, 约翰找到太监总管想办法, 只要能带走这个西山雅吉, 就许诺只要能带走这个宝贝, 就能给太监总管两箱黄金, 总管见见眼开, 由此诱惑, 孙震还是仿制出了西山雅吉, 但在入库的时候, 被刑司大人认出来可能有奖, 并且直接请示了皇帝, 皇帝当即命人把廖家父子请来辨别真伪, 廖靖山带着儿子廖西看过后, 瞬间就想到了这里的是非曲直, 虽然看出这是假的, 但以不方便为由, 并没有说出造假者是谁, 这室宫内有一个家人只一眼就认出, 这是出自刘天秋父亲之手, 皇帝龙颜大幕决定念李家满门, 刘天秋听后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离开当场, 到了晚上, 他找到廖西, 企图得到廖西的原谅, 可如今走到这般田地, 廖西根本无法原谅他, 刘天秋给他身身鞠躬之后离开这里, 回家后告别了妻子和他肚里的孩子, 因为他安将仇报, 罪孽深重, 根本无法面对自己的孩子, 他决定以死谢罪, 得到刘天秋去世的消息后, 廖西久久不能平息, 而廖回和廖一会也在廖西的支持下, 投身革命, 他们在一次运送物资的时候, 被马处长抓获, 还好在关键时刻, 张子南赶到, 救下他们, 马处长也再次被击变了, 之后他们就此分别, 张子南表示处理完事就回去找他, 而张大帅也被秘密处死, 万里江山徒就此重现人间, 所有人都意识到他们一直误会了廖西, 廖西表示, 只要能保住万里江山徒, 就算受再大的委屈, 他也愿意承受, 十个月后, 六合堂的门口, 刘天秋妻子把孩子送到门口, 留下一封信, 磕了头后就哭着离开了, 当廖西得知孩子是刘天秋的, 当下决定将他抚养成人, 几年过后, 刘天秋跟廖西的孩子都已长大, 他们拿着自己雕刻的小物件找到廖西, 天地万富, 养善为本, 面面不忘, 故事先祖, 时时底力, 善良精神, 刘天秋妻子